这个面团放在这个斗的中间 前后都要放那个糯米粉或者是面粉或者是米粉 不要放淀粉 软硬度这个稍微做的软一点 我们的材料的要求是 起筋放团 不会散不会粘 每一刀我们这个切刀每一刀切下去 在下面成型轮上都能够撕下去 然后 我们的原则看起来基本是圆的 看到每一刀都要是圆的 那如果说我们这里的 这里的速度开快一点 或者切刀开快一点 那么这个原则就会变小 但是你看到它只要是圆的就行 那这个切刀切的就很快 然后这个数字呢 大致你知道那边就是20到50 左右调一下 一般我们就是说定到这个数字 不去变它开到50 再去调这个调快了 这个压面速度快了 每刀切的条子长 然后呢 它下来成型的时候就可能成椭圆 可能成椭圆或者叫做 全部往后面跑成废品 如果说你压面的速度太慢 它就半颗半颗的 现在是每一条都能够剪切吃下去 我开快一点就稍微做大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开快 压面的速度开快一点点 然后它的原子呢 它就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只要是圆的 你看看你需求 调的幅度不是很大 每一团面 我们到时候会发视频给你 每一团面 看一块接一块的这样子放下去 这种小颗粒的 没办法用那个筛 那个筛显筛 那么你就自己要用那个筛子 自己筛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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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